所以Icon的Pause 這個地方Notes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要做出什麼呢 做出那個XX的效果的話 就這樣就可以了 Icon是Deleted 沒有文字 那秀出來的話 我看直接即時從這邊看一下 也可以 這個效果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不過地圖好像在這個模式裡面 沒有辦法出來 那這個地方 這一個 就是這樣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的地圖將來要秀的話 你必須要先插入一個DIV 那這個DIV的話前面也講過 就是從那個 版面這邊有一個什麼 DIV插入DIV標籤 那插入到哪裡呢 插入到中間 中間這邊有一個Content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中間的這一個 我們是這個頁面對不對 這個頁面裡面的 我們的那個Content DataRaw裡面的Content 就是中間的部分的下方 會有一個中間的地方 你可以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DIV 那插入DIV的同時 他會問你說你的DIV的名稱要叫什麼 你就給他一個叫MAP底線DIV就可以 那把名稱打上去 MAP底線DIV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會幫你出現 那這邊有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可以把它刪掉 不需要 我們主要是 要在這個中間 顯示地圖就好了 再來底下的部分 要做什麼 做一個NetBar NetBar應該還有印象怎麼做吧 如果忘記的話 請你再回頭看一下 在那個雲端擺板上面也有 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先插入一個什麼 也是一樣 要先插在那個Foot底下 這個原來底下通通是空的 應該是在顯示地圖 這個DIV 應該是在這個吧 原來是Foot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講 一樣要先插入一個DIV 再把那個DIV的那個 它的那個 這個有沒有 它的DataRaw改成NetBar 在裡面呢 增加三個項目符號 三個項目 1 2 3 分別在這上面也是一樣 做超連結 第一個是顯示地圖 那點下去 這個不會有反應 所以連結的話 就連結 給它一個超連結就可以 名稱的話呢 就是BTN Show Map 1 那底下這一個 底下這個是 連結到Home 所以連結到Home 然後名稱的話呢 我給它叫做 BTN Show Home 1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講義裡面的 或者書上面的 第三個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New New的那個頁面 就剛剛我們新增 那個頁面 New 然後這個地方 名稱叫BTN底線 Create 這個 這個 Create 這個地方的話 然後1 給它這個名稱 那因為呢 在下一個頁面的 這個NetBar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講 把這個選舉之後的話 Call到下一個頁面來就可以了 上面多一個返回 就是會有一個那個返回的按鈕 所以這個返回按鈕 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第一個 先把Home的部分先完成好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嗎 好嗎 好嗎